今天好热 顶着大太阳出来捡石头 哎看这个 这个 哇 哇 超级完美 哇 好完整啊 这么远 哇这土怎么 这个是个还渐变色的 这个可以啊 渐变色 看 这种 渐变色 哇零食 来 哎呀这个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搞出来搞出来 哇 这个真的不错 完美了完美了 顺着阳光 我看到一个 透亮的 红红的 这是个蚂蚤吧 小蚂蚤 嗯 嗯 刚刚刚才 下来我又找到一块这样的 花纹挺好看的 是的 特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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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刚才发现的这里一块 挺漂亮 哇 这个漂亮 洗干净后 哇 好漂亮 好透 这个 特别这个还滑稳的 嗯 没错了没错 漂亮 这是个玛瑙的 哇 好硬 对 洗干净 好脱 看这是我刚才剪的那几块 特别这个 这个最好看了 看 有透然后里面有滑纹 有完整 其实剪石头对我来说 每一次都是一次旅行 因为 因为剪石头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很喜欢去 寻找那种新的地方 探索的感觉 给我带来惊喜 不管剪到什么石头 之前对我来说 都一样 它都能够让我开心 这就够了 剪到好多石头吗 更开心 对不对 今天很热啊 我们冒着这么大太阳出来剪石头 可见对这个兴起来好是多么的热爱 你看这个天上 其实挺上瘾的 你看这个天上 蓝天白云 那还有剪石头的 看看看看 这有多大 下面还遇到一个 石友 陌生石友 看来 这剪石头 这挺多人热爱的 这么大太阳也不怕 不光只是我 看一下 看 那个挖机前面 又一个人 今天已经剪够了 满足了 太阳这么大 说不了了 就 撤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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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